敢相信,稻妻挑战者地狱猫的风阻系数,竟然比方盒子造型的奔驰大戒太大了。 其实,正方形并不是风阻最大的物体,而是这种类凹形物体,它的风阻系数远远要大于正方形。 而好巧不巧的是,稻妻挑战者的前脸正是这种形状,既然稻妻挑战者的风阻系数这么大,那为何它的直线加速比不加低还快? 就比如这辆稻妻挑战者SRT恶魔170,它不相信空气动力学,只相信大力出奇迹。 它的0百加速仅需1.66秒,而0至400米加速时间也仅需8.91秒。 你要知道,布加迪、Iron0至400米加速成绩都要9.4秒,这也让稻妻恶魔170成为了全球加速最快的纯燃油量产车型。